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联网政府更加增加未来3年的移民人数 去到2025年达到级纳50万人 移民部长Sean Faisal表示 此举要确保加拿大的经济范围 增加技术移民 补充全国大约100万个工作职位空缺 在今天的政论中话 我是专访移民部长 请分析一下数字背后的意义 联邦移民部长Sean Faisal表示 加拿大正面对有史以来最低的失业率 加上人口老化 需要更多人才移民到加拿大 最新的移民水平计划 增加了快速移民通道的灵活性 政府现在可以根据新移民的专业 来决定前往的省份 解决了运工困难的问题 这是其他像达备的 如果您可以为您率强展 为医院的医院或医院的病人 医院的医院 那么我们希望您能够 设置可做更多的医院医院的医院 我们将继续与医院的医院 去接管和医院处理 医院的医院的医院 開始選擇生活在大都會周圍的城市 為房屋和交通配套帶來壓力 有學者指出 移民政策不單是政府公佈的數字 需要有配套設施和資源協助他們安頓 Sean Faisal就回應 政府已經注意到這樣的趨勢 並且為止努力 希望透過區域移民通道 增加小城和鄉鎮的新移民 至於香港人最關注的港人移民通道計劃 將於明年2月屆滿 Sean Faisal就未有正面回應 今天的政論中環就講到這裏